我们来看变动星座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 其实在我心目中 这一组是最有阶层意识的 所以你们很适合做服务业 因为你们很清楚 在什么位置就要演得像什么 所以如果我在一个要服务你的位置 我也可以乐在其中 我并不会觉得服务很低阶 我也不会觉得 我当你的管家就是被你奴役 所以你们是可以融入在那个阶层里面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所以变动星座 你们是一个很能够模糊阶层 因为心态调适的良好 你很愿意扮演某一个阶层的角色 可是你又不会被他给卡住 被他给困住 或因此而自我感觉不良好 这种模糊是你们很强的能力哦 而且你们很愿意对上恭敬 那当然对下 你们就会管理的比较严格 所以有时候别人就会觉得变动星座的人好像双面 下面的人所看到的 跟上面的人所看到的变动星座都长得不一样 可是也因此 所以你们能够做好你们的工作 扮演得恰如其分 而通常这样子的你们 是非常的有贵人运的 所以你们也可以有直升机的好运哦 有时候因为你们服务了上流阶层 而被上流阶层接纳 然后甚至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 所以随和或适应性强正是你们能突破阶层 晋升上流的一个原因 就好好保留这样的性格特质吧 我们可以力争上流 但是我们就一接一接的来 比如说三年级的同学 开始去羡慕四年级的同学 但是不要去羡慕大学毕业或博士班的同学 有时候距离太遥远的话 的确会带给我们深深的无力感 但是如果我们一接一接十集而上 有一天默然回首 你就会发现你已经站得很高了哦